好的確現在暑假到了 我們來看到像是台中中西東南區的小朋友 非常開心 因為有市議員來舉辦的活動 只要你拿著滿飯的考卷呢 就能夠來免費體驗一次真人版的夾娃娃機遊戲 一大池通通都是零食餅乾 就靠你雙手能夾多少是多少 小朋友趴在吊欄裡 戴好安全帽 機器啟動 繩索垂降 化身真人版夾娃娃機 長大雙手 滿池的餅乾零食 能抓多少是多少 暑假到了台中市議員羅廷威舉辦活動 中西東南區的國小小朋友 只要拿著滿分考卷 就能夠免費體驗一次真人版夾娃娃機 不少小朋友一早就拿著滿分考卷來排隊 小朋友的滿分考卷 化身成實現零食自由的爪子 自己的零食自己家不只刺激有趣 也鼓勵他們認真學習 希望給孩子有更多的鼓勵 那也有許多的一些廠商 他們要贊助娃娃 甚至是零食一起共襄盛舉 小朋友和職棒球星吳哲元合照 開心畢業 在台中外售棒球場 七月四號到七號 舉辦陽光棒球夏令營活動 中信兄弟吳哲元 副棒漢將曾鈞月 以及台中城棒隊 楊耀勳張正偉 四位球星擔任技術指導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也特地出席 這麼多支持棒球 關心棒球的這些朋友 那因為有他們的投入 大家孩子喜歡棒球 他就會進場看職棒 那孩子喜歡棒球 我們的基層棒球 才可以找到好的人才 這段期間然後不要受傷 然後注意安全 四天棒球營 小朋友親身體驗投接球 揮棒跑累的樂趣 盡情在球場揮旱 度過快樂暑假 記者高於率領波充 許凱迪台中報導 之後就可以跟進一步 視聴直播 général 就是 市 edible 也 專業 總 ,